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各位董事这段时间以来 担惊受怕 都辛苦了 自从薛家保董事长失踪以来 给公司和大家 带来了精神上 心理上的巨大损失 尤其是至今 它仍然了无音讯 我们都很担心 并且痛心哪 但是 我们不会放弃努力 我们有专门的项目小组 处理这一系列的事情 希望它能够早日平安地归来 但是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 公司的运营依然要继续下去 为投资人 为员工 为了我们所有的人 这也是我们企业家的职责 大家知道 家有天口 主事一人 千军万马之等令下 率位不能空 幸好 幸好啊 在我们大家的强烈要求下 薛家宝董事长的先生 江敏良 已经答应出任代理董事长一职 敏良 这位就是盧董事长 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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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 一个不托有功 但求尽力的人 家宝出现这样的事情 我心里非常地难过 但是为了他的职责 为了他的公司 我这个做丈夫的 必须挺身而出 这段时间我会 我会代理家宝的一切职责 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当作 一个代理董事长 而是跟我一条心 用一颗爱活的心 去等待家宝回来 谢谢 来了来了来了 海鲜汤来了 请尽情地享用美食吧 你不喜欢吗 味道有那么难闻吗 这个 什么海鲜汤 这里面 有 大虾 螃蟹 鲫鱼 都是你买的 对啊 这些东西买回来 你没冲也没洗 就直接让柜里给煮了 是吗 哪儿有那么简单啊 哪儿有那么简单啊 我把东西全都包在一个袋子里 用木棒全都砸烂了 还放进锅里煮的 怎么样 看着就很好吃吧 你这是做给人吃的吗 你太过分了 加费 找谁啊 我是自由市场卖海鲜的老婆 等一下 别动啊 千万别动 天哪 这可怎么办 买海鲜地是你家吧 什么海鲜啊 你家设计账拿的货 叫我现在来收钱 多少钱呢 五百 五百 对 五百 对 五百 五百 这五百 加飞 五百 五百块钱 五百块钱 我得跑多少次货 才能掌到五百块钱呢 我说你是不是瘋了 是我 没问题 当然没问题了 一会儿就到 您放心 我说你 董事长 袁总要见您 不用报 我已经来了 袁总 请坐 您坐 您坐 您可千万别跟我们多理 现在您是上级 我们都是您的下级 所以您得 述微信 拿架子 摆个谱 瞪个眼 我很爱开玩笑 您喜欢低调啊 低调也好 不是 袁总 你看 我也刚搬到这儿 不知道该干净什么 不是我想打扰您 而是积累了一系列的文书工作 都是公司的日常事务 如果没有您的签字 就进行不下去 好 什么呀 签在后面 签个字就好 对对对 可以吗 都要签 都要签 这个 这个 谢谢董事长 有您坐在这儿我就放心了 看这办事效力 千万别叫什么董事长 我听不惯 教我米量就好了 也行啊 当然可以 联想集团的董事长杨元庆先生 也不让别人叫他杨董 而是上上下下都叫他 袁庆 这是亲民路线 杨范 那我就不打扰了 有事您随时找我 那您先忙 好好 慢走慢走 怎么了 他让你签的是什么呀 你看都不看就签了 我没想到啊 该不会是什么不好的文件吧 今天是第一次 应该是来试探你的 不会有什么要紧的 以后就很难说了 放心 我以后肯定看 肯定看一遍 你知道该看哪儿 该怎么看吗 想把你绕晕 把话说得绕口底 再颠倒几回 你就彻底晕了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拖 先拖着 给你什么你都先别回复 就说等等看 其余的我来处理 那照你这么说 实际上手握董事长大权呢 其实是你呀 我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 苏妙妙小姐 我虽然一点经验都没有 但我也不傻 我出去转一转 有事给我打电话 拜拜 敏良 你叫什么名字啊 叫敏良 你真的不是变态吧 那你为什么总来这儿呢 我来是想看看你 你是个流氓 我长得就那么像混蛋啊 我跟你说 你长得跟我一个朋友 特别地像 我过来就是想看看你 是不是那个人 真的吗 真的吗 我配你 不是电视人是不是啊 什么人 姐姐 妹妹 难得是 女朋友 我老婆 你把老婆弄丢了 快不得看你傻乎乎的 没想到你连老婆都看不住 你放心吧 我不可能是你的老婆 肯定不是 绝对不是 就算我真的是你的老婆 我也终究不是 我开玩笑呢 我不是 真想不到你这么傻的人 还能娶到老婆 还真得恭喜你啊 对了 你会不会摘菜 摘菜啊 这谁不会啊 你不会啊 教教我怎么样 包助理 袁总 听说卢董事的那个专项组 乱成一锅粥了 怎么回事啊 我也是刚听说 卢董事他撤了 撤了 撤对了 现在换 胡董事在负责 这刚开始交集肯定乱 胡董事那个性格 除了麻将牌就是高尔夫 他哪有这潜心 肯定不会有错为 就是 撤了 卢董事要撤的不是自己 而是整个专项组 他不想找人了 江敏良一上台 他就不找人了 奇怪 他跟江敏良不熟啊 不可能在他身上下什么功夫 他就算想 有我在 下手也完了 就是 您现在说什么 江敏良她就听什么 我轻定的董事长 能有错吗 对对对 先掰掉根 再掰断菜梗 然后再掰一下 小心啊 小心啊 小心 你们先进去吧 好啊 先进去吧 你就是他们家保姆加菲吧 你是谁 我是他们的老师 我叫徐绍莹 嗯 徐绍莹 绍莹 就是你啊 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们进去吧 你看这里 再看看这个孩子 这些印记你还记得吧 我来就想听你的解释 孩子身上这些伤 到底是怎么受的 绍莹老师 平时您在幼儿园里 一定非常关心孩子们吧 哼 啊 这是我的侄子 那么您肯定也很了解 他们的脾气了 我看您被孩子们 耍得团团转 还替您感到遗憾呢 他们身上的伤痕印 难道你没看过吗 看过 不过我可看不出来 是怎么弄的 是磕的 碰的 还是挤的 老师您能分辨出来吗 嘉妃 你这样耍赖就不对了 我看老师您才在耍赖呢 您是特地跑到家里来 指责我吗 可你明知道孩子们不分 听众无法无天 还故意来说我 如果老师都像你这样 跟着孩子们一起 胡搅蛮缠仗势欺人 那还有什么资格 跑到家里来 说家长的不是呢 你还这么做错失授法 有老师在后面撑腰 我说他们怎么那么不好管教呢 你 你这个人 太不可理喻了 董事长 董事长 不不 敏良 怎么了 怎么集成这样 专项小组解散 没有人找家宝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 您还没事站在这儿 问我为什么着急 这个事我当然知道 我要是知道的比您还少 怎么当这个总经理呢 专项小组的设立 从来都不是为了 专门找薛董事长 这只是他的一个附带功能 我们已经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 我想苏小姐也都向您通报了 通过各方面有可能出现线索的地方 我们都已经布了线 有任何新的进展 我们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好啊 很好啊 为什么不接着坐下去呢 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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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坐有两个原因 第一 您当了董事长 公司的局势已经稳定下来了 再搞下去 那就真的有点多此一举了 也就是说董事会在乎的事 有没有董事长 而不在乎这个董事长是谁 对吗 以您的经验和资历 董事会那是非常欢迎您的 这第二个原因 根据我们目前的线索 确实是已经查无可查了 所以小组等于是在空转 如此地浪费资源 那董事会肯定是不干的 严总 董事会是我的妻子 就凭你们这些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她就白白不见了吗 你们是靠她吃饭的 人不见了 人不见了 你们连找都不找吗 找啊 我当然会继续找 只不过是不用专项组的这种形式去找了 而且明良啊 你对我误会了 董事会的事我可说不上话 那都是卢董事决定的 我也只能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好 好 你有什么好的方法说说来我听听 要不我们就根据现有的这些线索 再梳理一遍 不要有什么遗漏 当然人不能太多 否则容易传出去闲话 说闲话 真的 这么大个办公室 这都是缺家宝的 你也是靠家宝吃饭的 是不是 你们找家宝会有人说闲话吗 我看你们就是被自己的私信蒙蔽了双眼 连最起码的人日常情都提不进去 明良 你这可真是冤枉我了 我哪有什么私信哪 你有还是没有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只想告诉你们 你们不找我找 哪怕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也要继续找下去 看看最后到底谁说亲话 董事长 董事长 走